專門宣布有條件微解封後 台中福壽山農場飯店櫃台人員 就電話接不停 一通一通要記下顧客資料 大家憋不住紛紛要出來放風 一個上午就把7月假日的訂房量全訂光 7月的平日也有5成6 不只福壽山 武林農場也是電話接到手軟 44成左右的房間 雖然民眾踴躍訂房 但是為了防疫他們只開放4成房間 光是網路訂房就接近200組 接電話接到手抽筋完全沒有時間接 大致上從現在開始 7月8月武林農場的假日的額度已經用完了 業者表示雖然微解封但疫情還在 所以防疫措施不能馬虎 餐廳隔半消毒作業更加強 就是要讓顧客安心旅遊 還有在南投清淨農場 最受歡迎的美洋秀 也將在15號迎來今年夏天首批觀眾 我們的住宿量會降載到5成 那7月13號目前的訂房的狀態是滿房 那之後也有大約三成的訂房率 廠方將人數控制在3000人左右 希望能拉開防疫距離 同時也能讓大家安心出遊 另外南投清淨天空步道以及澳萬大 也陸續宣布13號將開放民眾可以入園 但是每個地方防疫規定不一樣 所以民眾出遊前一定要注意相關人流控制 不要到時候去了 人數已慢撲空掃興出遊 TVBS新聞中部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訂閱按讚 按讚 按讚